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有我们台湾议题在里面的 我们看拜登他的会后说法说 美国一中政策不变 反对片面来改变现状 也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符合世界的利益 不过美方是反对中国 用胁迫台湾的行为 那拜登他自己认为说 他认为中国 他并不认为中国有立即侵入台湾的意图 这是拜登最后的总结 而在习近平这边他说什么 他说解决台湾的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是中国的内政 温大哥这样两边给他听起来 好像就是平行时空 好像就是两条线 没有交集 这个中美这样算是高峰会 因为美国拜登 他是有事后开记者会 中国没有 所以拜登他回答这些媒体的发问 他大概透露一些讯息 事实上不要说看他开会或会后的记者会 我们要看的是美国在中美 这两位领袖见面之前的动作 我特地调出日本的报纸 这个是11月10号 距离台湾最近的叫宇纳国岛 宇纳国岛才距离110公里 第一次美军在那边训练 之前只到石原岛或到宇纳岛 但是这一次直接大批进军 就到云纳国岛 这个就已经摆明了 比如说我不是在跟你谈谈而已 我的军队跟日本联合作战 都已经进到云纳国岛的一半 是属于台湾的这一个航空识别区 你又晓得说进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就是一个动作 讲归讲 我演习照样演习 连日本也都完全配合 所以各位要了解说 拜登特别 他这一次因为刚好其中大选 算是胜券在握 有点出乎意料 这个共和党那边 川普那边有点挨了闷棍 所以他有点意气风发 意气风发一点 那习近平呢 我们看他在20大 他整那个温家宝的那一幕 胡锦涛 胡锦涛 胡锦涛那一幕 你就可以发现他内部矛盾还是很大 因为团派整个通通被拔掉 胡锦涛那天为什么会气急败坏 就是因为他发现他力挺的那一位 算是接班人 居然名字被杠掉 对 不在名单 整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里面 宁可缺一个人 就是不让你 胡锦涛力挺的那一位 进去 那你就晓得他内部还是有矛盾 所以为什么说拜登 他说不认为中国有立即侵入 为什么 因为你内部都有矛盾的时候 你怎么去准备对台湾有什么大动作 所以这个当然是拜登对台湾的一个友善 他意思说股票不要再跌 然后这个民心要稳定 特别台湾也是在选举 然后刚好 事实上这一波 中共他本身也是乌落偏锋 连夜雨 各位看一下鸿海 郑州的事件 他整个大跌 这牵一法动前身 美国本身 当然是比较 有台湾这个复国神山力挺 所以他比较稳 现在事实上是一个经济作战的时代 如果说你的财经不行 你的政治或你的军事 一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感谢拜登 这次帮台湾发言 特别讲了说 我不认为中国有立即侵入台湾的意图 这个是一个定心丸 我们非常感谢他 是 拜登讲了这样子的话 可能很多原本会很担心 会不会这个中共二十大之后 真的中国的习近平 有可能威胁台湾人也是越来越大的人 《明镜与港人》 他不会这么弄